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昨晚的報紙已經是埋行 就說支聯會主席兼工黨副主席李卓仁 竟然將美夫新村那層自住樓都賣出去 據他自己的解釋 就說他不看好香港的樓市 所以就賣樓了 轉為租樓 但是他這個舉措就引來很多網民的無限揣測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昨晚的報紙就說 售出的單位就是位於美夫新村一旗 百老匯街5號的低層B室 使用面積有827平方呎 屬於三房的間隔 市場傳出是作價一千萬元賣出 赤價約是一萬二千元 據土地註冊處的資料就顯示 這個單位在06年底的時候 就以大約三百三十二萬買入 登記業主就是李卓仁和他老婆鄧燕娥 如果真的一千萬元成交的話 賬面就是賺了668萬 升幅有兩倍這麼多 根據多家銀行的網上估值顯示 這個單位就起碼值一千零五十萬至一千一百零七萬 如果真的一千萬成交的時候 即是比市價低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李卓仁自己交代 說賣樓純粹是看淡後市 眼見不少人都已經移民 他對於樓市是沒有信心 趁價OK就賣了單位 他還說手上已經沒有持有其他物業 決定要租房 但是還沒有落實租住的地點 李卓仁還強調他不會移民 是不會離開香港 但是網上似乎網民 就不是這樣想 因為不少人都會認為 如果一個人要移民之前 肯定就是要把手上的固定資產 先脫掉 因為你的人離開的時候 放盤也會比較困難 當然既然李卓仁說他自己不會離開香港 我們又是叫做官網聽知 實際上他走不走也好 市民都應該尊重他的決定 但是就算他到最後走了 我認為也無可厚非 當然一個人還沒離開的時候 一般都不會叫定 一單歸一單 他嫌不移民或是他為何要賣樓 但是他在網上有些言論 又是另一回事 我就想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李卓仁竟然間在網上發了多篇言論 都是要來老鬱特朗普 他在去年11月的時候曾經這樣說 他說 香港人對於這次美國大選的投入 可以說是跟美國人一樣緊張 但是國際線是長遠工作 不能夠將希望放在一個人身上 何況特朗普本身誠信都大有問題 今天說要抗衡中共霸權 但是明天又可能會有另一個說法 香港人要爭取的是整個美國民意來支持香港 透過民意把兩黨都爭取過來 之前美國支持香港 那些法例都是兩黨共識 絕對不要亂標籤任何一個政黨媒港 自封了日後爭取支持的空間 其中一條貼文就是 老鬱特朗普 然後又吹捧他的所謂的兩黨共識 再一條貼文就說 如果我們指控拜登和民主黨非法奪權 沒有了合法性 那將來我們又如何叫非法當選的總統支持香港呢 他去年11月就發表這些貼文 實際上說特朗普的誠信大有問題 你有什麼證據啊李卓人 對不對 你不可能在網上這樣含血噴人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說要找拜登去支持你的時候 我想請問拜登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支持香港 而且你說拜登支持香港可以怎樣支持呢 你認為他應該以一個什麼形式去支持呢 你說叫拜登支持香港怎樣支持呢 向香港人派綠卡嗎 派居留權嗎 還是怎樣呢 他派都派給那些中美洲的非法移民 那些紅刀拉斯呀 危地馬拉呀 委內瑞拉呀 一大堆 整個軍人這樣衝過去美國那裏 踩到差不多六尋 美國那些人很慘 繳納這麼多的稅項 來養這些非法移民 好了 你李卓人就叫香港市民 不要質疑拜登和民主黨 如果不是呢 將來就很難叫這個拜登支持香港 我到底想問你一句說話 拜登會以一種什麼的形式來支持香港呢 他從來沒有說過類似的說話 他所欽點的那些後任官員 也都沒有說過一句關於香港的說話 這些全部都是你李卓人自己來癡人說夢 但是就叫市民不要質疑這個 拜登陰點那個印太事務專員都說明了 中美之間是要什麼 合作共存 就是說完全把特朗普時期的外交路線扭轉 拜登還沒上任 就已經在這裡宣佈了 說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要取消特朗普時期所簽署的十幾項行政命令 你還在幫這些拜登說話 有些事未發生的 麻煩你先不要說 有些事未發生的 你就不要含血噴人 特朗普承訊有問題 承訊怎麼有問題 沒有展述的 只有一句說話 說到尾 你李卓人去質疑特朗普總統就好地地 市民去質疑民主黨和拜登 你就叫他不要質疑 那這些哪算是民主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李卓人的言論很難頂 接著就說回樓價的問題 原來CCL指數 在今年最新的期是176.52 而2019年最後的期是176.98 所以在這一年間 樓價不是太大差距 而在去年整年來算 樓價的上落都在窄幅裏面 最高的期都不過182 所以就不算是有很大的波幅 李卓人現在買樓都算是著實 因為在1月31日 當這個BNO簽證開始 接受申請的時候 我相信就會出現越來越多賣樓移民的個案 當然對於用家來說就是福音 我看到有些網民留言說 買樓的全部都是藍絲 我覺得這個是很武斷的說法 因為老實說有人走就有人留 有些樓的其實都是黃絲那些剛剛組織家庭的年輕人 他們有置業的剛性需求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就不會說買樓的全部都是藍絲 當然有自住需求就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在現在這個時刻 前景那麼不明朗的時候 還走去那麼勇敢入市炒樓那些 就是唯有好運 因為那層樓要綁三年 三年之內賣出去就要給額外印花稅 你現在這一刻買都綁到2024 所以現在去入市炒樓那些 都真是偽高人膽大的 至於那些在未來一兩年準備要賣樓移民的人 當然你求神拜佛 希望那個市不要倒閉 如果倒閉的時候就變成雙重夾擊 大家看看現在的英鎊的匯價是貴到不得了 是上到10.5元 在去年3月最低的時候是8.9元 那你變成如果英鎊一路升 再加上樓市又跌 那就變成很難受 那你真的不見了一大折 那當然你說有沒有賺 那一定有賺的 如果是買了十幾二十年的人 但是就希望不要大跌 如果將來這一兩年之內要移民 那都要把握時機 那就不要弄得這麼困難 有版你看 這個李卓仁不會死錯人 那接著就再講一下這個退學潮 退學潮經常都出現在報道那裡 最近蘋果有一篇報道說 有一家名校的中六學生說到 說他知道同級已經有三十幾人退學了 就說傳統的名校 這個數字都相當誇張 那你一級人有三十幾人走了 就是差不多一班人是走了 一班都是三十幾人 現在的中學 就是一班人是走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那些名校 因為名校通常都是那些精英富裕階層 那些子女去就讀 你說一般那些屋邨學校 或者是那些社區的學校 就不見得到說有退學潮的 老老實實 退學就是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老爸老母就繼續在香港那裡工作賺錢 就把子女送去英國的寄宿學校讀書 那這個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就是 全家就移民去英國了 兩種情況現在都有出現 那如果說送去寄宿學校 那一年那些學費 六位數字就肯定走不掉了 至少都說要十幾萬的 最便宜最便宜 那但是如果說 全家一起移民過去 拿五加一簽證那些 那你就讀那些公家學校 其實就叫做免費的 那當然如果要追求更高質素的私校 那就要給很重的疲費 那所以兩種情況都會有 那當然我經常都說到一件事 就是無論去或留 都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就千萬不要搞到 好像兩種選擇是對立起來 兩邊好像要互罵 這個網上那些討論 經常都會搞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實情大家都是香港人 無論是移民也好 或者留下也好 其實都總有他背後的原因 所以最重要的 香港人應該是互相扶持 互相尊重 互相祝福 那就最好了 罵來罵去都是沒有結果的 另外我還想說一件事 就是現在做教師的 其實都是舉步為姦的 在先兩天的一份報道 就說有一名官立學校的教師 被指控使用了不當和偏頗的教學材料 教育局就已經調查完成了 正考慮要取消他的教師註冊 即是釘牌 其實這些情況就是顛覆了以往 大家對於教師這份職位的想像 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 做教師就是終身職 很多情況就是 一進到某間學校 之後 他就已經是做一個全職的教師 一般就做到退休為止 除了有極少數的例外 就是可能會中途轉校 如果教師不是犯了一些很嚴重的過失 比如說在外面犯罪 又或者是干犯了一些灰蝕的行為等等 一般都不會說隔職那麼嚴重 你對於一個老師來說 如果將他隔職就等同於判了他的職業死刑 一個人被隔職之後 第二間學校怎麼敢聘請他 何況就是培養一個教師出來 就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說那個教師本身 他已經有一個大學學位 畢業之後再去讀一兩年的教育文憑 他在轉職方面都比較容易 還有其他的出路 你說如果在師範出來的那些 即是現在叫做香港教育大學 不是叫師範 都是那類東西 那些沙子出來就是專門做教師才配合 那如果一個人拿著教育學位 他做不到教師 你說叫他去做什麼好呢 你現在搞到做教師 變成了一個叫做危險性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人篤灰 被人錄影錄音 然後隨時又被人投訴 甚至乎是搞到是雕跡 那你就搞到那些教師會人心惶惶 當他們要製作教材的時候 前居可鑑 那他一定是追求政治正確的了 或者拿著那本教科書 照本宣科 照著來讀 因為那些教科書就是通過了教育局的審查 那你變成在教學過程當中會有失真 那些教科書你能反映得到事實全貌嗎 被你審過的 但是如果他要給一些課外的資料 誰知道會不會出現你現在這種情況 那你變成為教育制度 你就越搞越和 但是沒有辦法 他為求自己保住那個職業 他不去額外再說一些話出來 那你又不能怪他 所以難怪有些人 為什麼會安排自己的子女要去外國讀書 或者數學性整家移民走就算了 你香港的教育就是越搞越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